字幕作為止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次跟大家介紹過我最愛的跑步路線 之後很多朋友問我 除了跑公園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選擇 如果去跑山的話 是不是要坐好內車 那麼我會跟大家去看一下 我最愛的跑山路線 出發 首先是金山郊野公園內的九龍水塘 這個水塘已經有過百年的歷史 還被列為法定的古蹟 水塘風景很美 大家可以坐巴士就可以來到這裡 沿途風景也是十分優美 不過有不少的猴子 大家特別要留意 現在跟大家推薦我第二條跑山路線 就是這裡 櫻巢山 櫻巢山全長三公里 由這裡做起點 跑一個圈回來這裡就是終點 十分方便 不過跟大家跑山之前 講一下我平時跑山帶的裝備 當然要帶一個放滿水的水袋 另外帶少許食物 包括巧克力或香蕉等等 最重要是帶電話 因為有甚麼事都方便和朋友聯絡 好 不要說那麼多 和大家跑山出發去看好嗎 出發 大家一樣可以在石尼貝水塘站下車 然後經過天橋就可以到達櫻巢山的入口 這段位於獅子山郊野公園裡的山徑 沒有那麼多猴子 而且全程都有山淫 整段路雖然都有上落斜 但也算平坦 其實櫻巢山這條路 沿途都是很有挑戰性的 因為沿途是很多上斜落斜的 但風景是很漂亮的 所以其實是很值得來的 剛才介紹兩條 都是郊野公園裡的路徑 其實香港的郊野公園 這麼漂亮 也有很多人喜歡來的 我們認為政府應該要檢視 現時郊野公園的設施 增加更多不同的活動 讓大家去郊野公園時使用 如果想再近一點市區 短短地上下山 就不得不介紹這個地方 就是這裏了 波仔山 大家可以在深水埗 或者石結尾地鐵站下車 然後沿逾河流的方向上山就可以了 這條路主要是以樓梯為主 但也十分寬敞 沿途上山頂 除了可以虎纜深水埗的景色之外 黃昏時是映日落的好地方 最後跟大家說說 行山跑山的小貼士 第一 當然是最好跟你身邊的朋友一起去行 第二 要留意下行山的路線 以及當日的天氣 第三 當然是要將你們帶來的物品 全部記得拿走 不要破壞環境 最後 要記緊要跟你身邊的家人 或者你的朋友 說一下你去哪裡 行山行得開心 最重要是安全之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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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